请看这个题目 -5x加2等于-3x加8 那x等于多少 那这里呢 我们需要用到的是一项法则 请看一下右边的笔记栏 第一条呢 遇到x全部都移到左边 遇到数字全部都移到右边 这样子的话呢 你最后解出来就是x等于多少 那比较好算 那第二个呢 你要怎么移呀 加的移过去变减的 那什么叫移过去呢 移超过等号 加的变减的 减的移过去变加的 成的移过去变除的 除的移过去变成的 你在移过去的时候 请注意一下 晚到的牌后面 那你既然移过去 代表它一定是晚到 所以也就是说呢 你移过去的时候 就要移到人家的后面 你如果有很多要移的时候呢 离x比较远的呢 你就先移 你就先移 好了我们回到这个题目呢 来跟大家再做个说明 这个题目叫做 负5x加2 等于负3x加8 所以你看 我们x要移到左边 那这个负5x本来就在左边 不用移 负3x在右边 这时候才要移 把负3x呢 移到左边 移的时候移到人家后面 再来呢 请看这个数字 我们数字要移到右边 本来已经在右边的 就不用移 那这时候呢 你会有一个加2是在左边 你要把它移到右边 x呢 放左边 数字放右边 就对了 那再把它整理一下 没有移的 照抄 好咯 那开始移咯 减3x移过去 加3x 减的移过去变加 加2移过去 加的移过去变减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整理一下 左边叫负5x加3x 欠5个 还3个 那欠5个x 还3个x 还欠2个x 负2x 等于8减2就是6 请同学特别注意 这个负2x不是减2的意思 负2x呢 它其实叫做负2乘以x 等于6 那这时候呢 你要把乘以负2呢 移到右边 变成 除以负2 所以呢 这个x呢 就会等于6 然后呢 除以负2 那6除以负2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 正负得负 这个呢 就算出来是负的 负的多少呢 6除以2 3 所以这一题我们解出来 x就等于负3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